大家笑好 欢迎来到方太好处 卫生餐无用力 今天方太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道是 芝麻球 但是方太的是放黑白芝麻 这道甜品在九楼会常吃到的 但是其实做法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所以它材料就是 糯米粉 所以这边大概有250克的糯米粉 然后我有加一点木薯粉 你不要放木薯粉 你单单放糯米粉都可以 但是你放木薯粉 它就会比较容易做 我会放点金锅 你要放番薯 金锅或者不放都可以 它的馅我就用红豆沙 现在我们来蒸这个金锅先 OK水滚把它放进去蒸大概蒸15到20分钟 这个时候我就来做它馅 我就弄小小粒了哈 我是买变的啦 其实这些去Bankery Shop都有了的咯 我们就来拿起来了 做金锅已经熟了 做金锅熟了 我就在这边压 然后把这个木薯粉放进去 这些全部给它倒进去 OK然后现在就可以开始用手去搓它了啊 我基本上没有放水的 刚才那个金锅的水就直接放进去而已 搓给它成团 然后搓给它油进去 OK搓到大概5分钟过后 给它均匀了 给它休眠20分钟 我们现在就是来做了啊 来做这个芝麻糬 所以你可以拿一点点糯米粉来做熟粉啦 OK 我没有秤啦 大概大概而已哈 你这时候就要切手 那事情重要的是 还没有没什么 就是要切成瓜 所以我们冲了 那我觉得要切开 就要切开 就是要切开 我发生了 就是要切开 就要切开 所以我要切开 它尖量 就要切开 所以要切开 它要切开 是要切开 好 现在做好了 这边算起来大概有70多粒的芝麻丸 所以我这边有一半的白芝麻一半的黑芝麻 我把它搅拌一起 我一定要把它弄湿它 它才会粘到那个芝麻 所以我这个水是干净的水来的 拿来喷点它 我就把它放进去 所以我只是炸一盘先咯 所以这些没有炸的你可以把它放在雪桂 多几天你要吃多少你就拿来炸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开始炸 所以现在这锅放油了 ok 油温热了就可以开始 不用太热慢慢给它热上来 ok ok 好 不用太热了 OK 炸到这样就可以了